每個月一次的樂嶺活動 105位長者動起來 高零80歲的沈劉玉猜 生活有了重心 都有的 孫子 孫子 都很多歲 大家很親切 我很愛來 我都在這兒勤募 在這兒伯爺多分了 媽媽其實以前 就過著非常封閉的生活 然後她的世界裡面 可能就只有我弟弟跟我爸爸 所以當爸爸去世 弟弟也去世之後 她整個生活 其實是非常的狹隘 那因為有了慈濟 她也知道說 原來生活不必表自己局限起來 無心高漲 多子多生 在十排65歲以上的社區長者 慈濟職工也多 樂嶺學堂關心健康 帶動老人家營造快樂生活 我常常運動 還有訓練在頭腦 可是他還會批評 很快樂 很快樂 老年人不要在家裡 負擔 出來跟大家一起互動 其實現在老人是每一家家夫婦的問題 因為年輕人都上班很忙 因為台灣已經老人化社會了 我們大家都知道 希望他们就是说 晚年过得快乐一点 快乐是最好的能量 慈激的健太共修处 也是社区老人的关怀战 戴上新闻这些美志工 黄荣辉 曾美华 黄耀廷 台北报导